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纳米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纳米马戏团 分子级的杂技表演 二 原子级的调酒师 纳米鸡尾酒的调制 三纳米图书馆 微观世界的知识宝藏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纳米马戏团 分子级的杂技表演 各位尊敬的观众 欢迎来到这场前所未有的奇妙表演 纳米马戏团 在这个微观的世界里 分子和原子成为了我们的杂技演员 展示着他们惊人的技巧 和无与伦比的协调性 请紧跟我的步伐 一起探索这个分子级背的奇妙世界 但别忘了戴上你的电子显微镜 因为这些演员小的连细菌 都得拿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首先 让我们来到纳米马戏团的主舞台 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分子摩托车特技表演 不 你没有听错 分子摩托车 科学家们已经设计出了 能够在特定轨迹上移动的分子机器 这些分子摩托车 由单个分子组成 它们能够响应光或化学信号 沿着纳米级的赛道机池 想象一下 这些微小的摩托车手在赛道上狂飙 而这个赛道比你的头发丝 还要细上千倍 接下来 我们的目光转向了空中飞人秀 在这里 分子之间的化学键 就像杂技演员手中的鞦韆 它们可以通过行程和断裂化学键 来进行高空飞跃 这些分子演员在空中翻腾 旋转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确的量子舞蹈 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精确无误 因为在纳米世界里 一个原子的位置偏差 都可能导致整个表演的失败 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 纳米马戏团的魔术秀 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这里的魔术师们 是那些会变形的分子 它们可以在你眨眼的瞬间 从一种形状变换到另一种形状 这种变化成为分子开关 它们利用外部刺激 比如光 温度或电场 来实现自己的变身术 这不是魔法 这是纳米尺度下的物理化学原理 最后 让我们来到纳米马戏团的小丑表演 在这里 小丑不是人 而是一群调皮的分子 它们通过自我组装和自我修复 来进行一系列滑稽的动作 这些分子小丑 可以自行组合成复杂的结构 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 又能够自行解体 就像是在玩一个分子级别的乐高游戏 纳米马戏团的每一场表演 都是对科学家们智慧和创造力的展示 这些微观的杂技表演 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它们在药物递送 材料科学 乃至能源转换等领域 都有着重要的应用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纳米技术 不妨想象一下 这些分子级的杂技演员 在微观世界里的精彩表演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这场纳米尺度下的奇妙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原子级的调酒师 纳米鸡尾酒的调制 各位酒精爱好者 科学迷和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可能会让你们的味蕾和大脑同时跳舞 那就是纳米鸡尾酒的调制 首先 让我们把时间的酒杯 倒回到那个古老的时代 当时的调酒师 还在用木棒搅拌酒精 而今天 我们的调酒师 已经缩小到了原子级别 没错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纳米技术在调酒艺术中的应用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调酒师 他不是在摇晃一个闪亮的调酒壶 而是在操纵一个显微操纵器 精确地将分子和原子 放置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 这不是科幻小说 这是纳米鸡尾酒的事件 纳米鸡尾酒的调制 是一门精细的科学 在这个尺度上 我们不再谈论果汁和烈酒的比例 而是讨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甚至是量子效应 这些微小的调酒师们 也就是科学家们 可以通过控制分子的排列 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口感和香气 比如说 通过精确控制乙醇分子 与水分子的比例和排列 可以创造出一种完美平衡的酒精感 既不会过于刺激 也不会太过稀薄 或者 通过添加特定的香气分子 可以在不改变酒精含量的情况下 增加鸡尾酒的香气层次 但是 别忘了 我们还可以玩得更疯狂一些 纳米技术允许我们在分子层面上 进行魔法 比如说 制造出在你的舌头上爆炸的小分子球 或者随着时间 变化 而改变颜色和味道的鸡尾酒 这些都是传统调酒师所做不到的 当然 这样的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 比如 如何确保这些纳米基倍的调酒成分 在人体内安全 又或者 如何让消费者 接受这种听起来像是实验室产物的音品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现代 魔法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显微镜下的鸡尾酒杯 为这个将科学与艺术 完美结合的新时代干杯 纳米鸡尾酒 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它是对传统调酒艺术的一次革命 是对味觉和感官极限的一次挑战 所以 下次当你再品尝一杯 精心调制的鸡尾酒时 不妨想象一下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调制这杯酒的 可能是一位原子级的调酒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图书馆 微观世界的知识宝藏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微小 但有极其深奥的话题 纳米图书馆 这可不是你家附近的那个图书馆 里面藏书多道 你可以在里面迷路 而是一个连迷路的机会都没有的地方 因为它小到只有纳米尺度 是的 你莫听错 这是一个你需要用显微镜 才能看到的图书馆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纳米 纳米是一个度量单位 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 要是把这个比例放大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那就好比是把一个橘子 放大到地球那么大 所以 当我们说纳米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存储空间 纳米图书馆的概念源于科学家们 对于资料存储技术的不断追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需要更小 更稳定 更耐久的存储方式来保存人类的知识 这就是纳米技术登场的时刻了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维基百科缩 小到一个唐利大小的芯片上 那会是多么惊人的技术啊 这不仅仅是为了节省空间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存储技术 可以抵抗极端的环境条件 甚至是时间的侵蚀 这意味着 即使是几千年后的人类 也能构读取 今天我们所保存的知识 科学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 例如 使用DNA作为存储媒介 因为DNA本身就是 大自然的信息存储系统 它能够在极小的空间内 存储大量的信息 此外 还有研究者利用超高密度的纳米 结构来存储数据 这些结构 可以是金属的 有机的 甚至是石墨烯等二维材料 但是 这里面也有一些挑战 比如说 如何读取这些微小的数据 你需要一个超级强大的纳米放大镜 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扫描技术 才能够解码这些存储的信息 而且 我们还需要开发出 可靠的写入技术 以便将信息准确无误地存储在 这么小的空间里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 问你去哪里 可以找到知识 你可能会告诉他去图书馆 但在未来 你可能会说 去我办公桌上 那个看起来像尘埃的东西 那里面有全人类的知识呢 这个尘埃大小的东西 就是纳米图书馆 总之 纳米图书馆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 它代表了人类对于知识保存 和传承的无限追求 虽然 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一天 可能并不遥远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粒沙子时 不妨想象一下 它可能就是 未来的图书馆 里面藏住人类的智慧 和历史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纳米马戏团 纳米调酒师 和纳米图书馆 这三个有趣的话题 这些都是纳米技术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展示了科学家们的创造力和智慧 纳米马戏团向我们展示了 微观世界的奇妙之处 分子和人子们 以惊人的协调性和技巧 进行杂技表演 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更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纳米调酒师 则将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 通过控制分子的排列和相互作用 创造出独特的口感和香气 让我们的饮品更加美味和有趣 而纳米图书馆 则是对知识保存和传承的一次革命 虽然目前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它代表了科学家们 对于数据存储技术的不断追求 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这些纳米技术的应用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更有着实际的价值和应用前景 它们在医药 材料科学 能源转换等领域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对纳米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 它们的应用还有哪些潜力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